大家好,我是杜林,欢迎来到Met学业 我们来继续学习Zigbee大型项目 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上一扬课我们所讲过的内容 上一节课我们主要讲一下物联网的发展历程和物联网的这种网络的架构 相信大家大概了解了在物联网开发的时候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这种Zig的技术 本节课主要是抵物联网、无线传说网做一些介绍 通过这两堂课的学习来引出我们的主人工Zigbee技术 应该来说Zigbee技术是属于一项比较复杂的技术 我们在真正学习这项技术之前 从这种软件工程的角度来说 就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无线传说网络 现在看一下无线传说网的概念 无线传说网络是有大量传感器基点 通过这种无线通信技术所构成的这种自组织的网络 就是说这个网络它可以自己形成这么一个网络 它接种了传感器、微机电系统 就是说这是一些很小的这种非常微小的这样的一些电机所构成的这么一个 就一定功能的这么一个系统和网络三大技术 目的是感知采集处理和传输网络覆盖范围里感知地下的这样一些信息 并转发给用户是以数据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系统 实际上我们知道任何技术的发展都存在一个从简单到复杂 从简单功能到极有更复杂更强大的功能的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 无线传说网络也是这样 它的发展就经历了从这种简单的网络 再到智能传说网络 再到无线传说网络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 简单传说网络呢 它出现在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 使用具有简单信息信号获取能力的这种传动的传感器 采用的是点滴点的通信 以控制器连接所构成的这种传感器的网络 而智能传输网络 传感器网络呢 就是将计算能力切连到这种传感器中 使得传感器节点不仅只有这种数据的采集能力 而且也就有逆波和信息处理的这样的能力 而无线传感网络呢 大概是从简单传感器网络出现后的20年后 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 将网络和无线通信技术引得到这种传感器节点中 降低了网络的部署成本 使得传感器节点不再仅仅是这种感知单元 而变成了可以交换信息 协同公众的网络的邮递 我们也可以看到 无线传感网络 比这个简单传感器和智能传感器网络都要高级了很多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惑 我们经常听到或记录到各种各样的网络 比如我们天天拿在手里的这个手机就有这么好几个网络 什么二级网络 三级网络 四级网络 WiFi网络 蓝牙网络等等 可以说是不胜美极 这个无线传感网络和其他的网络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无线传感网络就存在着这些特点 前面我们说过 它是一种自组织例行的网络 这种例行的网络 具有分布控制无中心和多跳的这样一个传说的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规模比较大 组成无线传感网络的这种接点的规模 会比一般的这种传绒的自组织网络大的很多 第二点第二个就是它部署比较密集 传感器的接点的传感的范围受限于传感器 就是说这种传感器它所能感知的范围是有限的 它的距离比较小 如果我们要感知这个被感知地下的各个精确的感知各个部分的各个感知地上的各个部分 那么继续就是要部署大量的这种传感器 把它放在它的被感知地上的附近 或者是绿部 才能达到我们 真正达到我们的这种 目的 第三个就是网络脱步的变化比较大 由于传感器接点失效和大量的移动接点 就会导致这种无线传感器网络透过变化程度比较大 第四个就是接点资源 相应的受到很大的限制 无线参加网络包含的接点数量非常的庞大 某些应用中接点完成任务后可能就不会再回收了 可能就是说直接把它丢去了 要降低网络整理的这样的成本 那么就必须要降低单个接点的成本 就使得单个接点的这种计算能力啊 还有传输的数据量啊 通信带宽和这种存储能力就 显得非常的有限 最后一点就是以这个数据为中心 无线参加网络中接点是随机部署的 接点以部署位置就可能就没有什么关系 用户要进行事件的这种查询 网络只需要报告该 就是要发生了这次事件 比如说这个接点是坏了啊 或者是正在一些比如说感知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啊 什么的 那么这个时候它并不需要报告发生该事件的 接点所在的位置 最后一点我们就来看一下 无线传感网络为什么会限制这个比技术呢 这是因为这个比无线网络在当中设计的时候 比较充分的考虑了这种低功耗 并且它很容易部署 比较低的这种复杂度 成本也比较低 继续短 速度比较低 是一种自主的网络这样的一些特点 通过前面讲的无线传感网的特点 我们是这个比的这些特点 就比较符合这个无线传感网络 那么是不是无线传感网络 就只有这个什么这个比技术这个比网络呢 实际上其实也并不是这样 其实这个比网络是一种短期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和这种传输技术 主要用于传输一些控制信息 特别是通信数据相比较小的这样的网络中 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些特点 在因为在物联网中可能大部分是一些很小的 所以他在物联网中的还是相当的广泛的